2 身槍响划破台北看守所凝靜夜空 发布过一日愚人节这天再度执行死刑 被枪决的就是狠心烧死自己6名亲人的死囚 汪仁贤 他在晚间8点38分被枪决伏法 汪仁贤在家里七个手足中排行老妖 长期认为父母偏袒兄长 家人也都轻视他 让他心生不满 2016年的除夕夜 他趁16名亲友齐聚家中 围炉吃年夜饭时 泼洒汽油并点火 导致父母看护和凶嫂等6人死亡 另外5人受伤 而他犯后没有半点回忆 每次出庭也都口出狂言 没有提上诉是希望赶快确定吗 是欠家人一个道歉 他带我了吗 他你为什么每次逗逗你不耐着啊 下次付我才把我被带过话 我失戏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 我两个无足的小孩子 然后当他实习医师 但是在又回家年夜饭的时候 他处心基地设计了很久 想要一网打尽 天下会怎么有这么狠的 这个是我的兄弟 判死刑我会觉得有点难过 但是对自己死去的人总是一个交代 亲人和死者家属祈求法院判死刑 法院鉴定则认为翁仁贤犯案时神智清楚 却以无差别的方式婆弃由纵火杀亲友 手段残忍毒辣 再叫化的可能性也极低 因此一审到最高院都认为他恶性重大 依杀害直系写清尊亲署等罪 众判他死刑定验 某人嫌在今天强绝复发